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跟佛合在一起 就是信佛合一 这每个孩子都要乖一点的 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就遭受到这么多的磨难 有的时候是自己带来 有的时候是前人给他带来的 不管怎么样都要改变他 所以我们在人间是不圆满的 不圆满的世界就必须改变他 大家听懂了吗 没有意思的事情 不要再去搞了 有的时候一句话不开心 一件事情不开心 要继续做做搞来搞去 这人傻傻的了 好好努力了 改变一切 改变一切那是真正的 你的光明 你的前途 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改变 那才叫真正的 在我们说在脱离 脱离危险 脱离人间的险境 所以你不改变 就天天贪嗔痴慢疑 然后天天怀疑 天天贪 天天恨 你能活得了吗 你想想看人活的世界上 就要放松啊 就要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啊 你多拿一点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多拿一点 我少拿一点 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佛陀为什么叫你们 左手放到右手 右手放到左手了 众生嘛 就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啊 别人多拿一点了 你也要开心呀 对不对啊 所以这样的话 你心态就好了嘛 人就能够人格提高 学佛的境界也在提高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明天开法会 希望大家早早来 好好努力 好好多度人 这两天环境很好 观世音菩萨来 斗争生活天天在 还有弥勒佛也来 我们的伟大的佛陀也在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文殊菩萨也在 给你们增加智慧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吧 好了 心中心中要多有点感恩心 感恩菩萨 感恩菩萨 就像师父一样的 我连今天人家调音师 给我调一个话筒 师父都要感恩别人 你们全部都要感恩别人 记住了 天天吃饭的时候 感恩都是菩萨 因为他们给你们吃饭的话 你说你到马路上 不花钱能吃到饭吗 为什么这样 我们都是站在佛陀的光 不是佛法的话 我们哪来的众生供养我们 所以要感恩 用感恩的心 才能创造慈悲的力量 有了慈悲的力量 你才能一事修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